植物具有多种适应气候和季节变化的方法 包括以下几种 落叶 许多树木和灌木在秋季会脱落叶子 以减少水分蒸发和水分流失 这有助于它们在寒冷季节保存水分和能量 在春季 这些植物会重新生长叶子 以吸收更多的阳光和二氧化碳 冬眠 一些植物会在寒冷的冬季进入休眠状态 以减缓星辰代谢和能量消耗 这些植物会降低其代谢速率和水分流失 以便在冬季保存能量和水分 在春季 它们会重新开始生长 休眠种子 某些植物会在寒冷的季节中释放休眠种子 这些种子可以在地面上休眠数月或数年 直到条件变得适合种植它们 当气温和降雨量回生时 这些种子会发芽并成长为植物 生长季节调节 一些植物会在生长季节中调节其生长方式 以适应气候变化 例如 一些草本植物会在干旱季节中生长较慢 以减少水分消耗 当降雨增加时 它们会加速生长并开花结石 长距离迁徙 某些植物会长距离迁徙 以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 例如一些野花在春季会随着气温上升而向美迁移 以便在更温暖的地区生长 金叶减少 在干旱和寒冷季节 一些植物会减少金和叶子的数量 以减少水分蒸发和能量消耗 它们会缩小叶片大小 数量和金的高度 以便在干旱和寒冷的环境下存活 利窟 一些植物在干旱条件下会出现利窟现象 即整个植株雕尾 但根系仍然存活 这种现象有助于植物保留能量和水分 以便在雨水再次出现时迅速恢复 种植时机调节 一些植物会在特定时间种植 以适应气候变化 例如 在季节转换期间 一些农作物会在雨季来临之前种植 以便在充足的水分条件下生长 根系调节 在干旱环境下 一些植物的根系会变得更加发达和深入地下 以吸收更多的水分 它们会通过扩大根系范围和深度来适应干旱条件 以便在水分短缺的环境中生存 植物有多种适应气候和季节变化的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衍 这些适应性策略可能包括 金叶减少 利窟 种植时机调节 根系调节等 这些策略的运用可以帮助植物在不同的气候和环境中生长和繁衍 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